全美慈濟人为这一次台湾的八八水灾 发起了劝募活动 也唤起了许许多多人的爱心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上海的民众 因为慈濟在四川地震的援助 因此主动地捐出了200元美金 也有海地人的美国周仲议院 感动慈濟人在海地的付出 也主动地捐出善款 要来帮助这一次台湾受灾的乡亲 我们台湾是在做所有的志工 正在很努力的亲家园 在重建他们的家园 台湾慈濟志工正积极地协助 受灾乡亲重建家园 一万多公里远的纽约慈濟人 即使举办议诊 心心念念的也是这群 正在受苦的家乡同胞 当地议诊中心和一家保险公司 知道台湾水灾消息 主动捐出善款给慈濟 希望能够帮得上忙 慈濟志工则是扯着嗓子 在布鲁克林区的街头大力劝目 声音嘹亮的引起路人的注意 当然也唤起不少人的爱心 因为慈濟在海地的一份情谊 曼阿密慈濟人举行的祈福会上 海地级的佛罗里达州 州众议员也来到现场 不只捐款也和慈濟人双手合十 为受灾相亲祈福 这是一份互助之情 而和台湾受在相亲之间牵连的 则是一份同胞之爱 慈濟志工带着三个女儿一起在街头劝目 瞧他们三人腰弯的低 有礼貌的让路人也忍不住想要多捐点钱 孩子的纯真集出人性的良善 在达拉斯有一位才四岁的小女孩 也拿着钱投了两次 帮师公救人 一句天真无邪的话 让人听了很欣慰 而她也在捐钱后 穿上志工背心一起劝目 有一位来自大陆上海的徐小姐 一口气就捐了两百元美金 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是中国人 都是台湾同胞 也是我们 他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 我们应该尽我们的义务 这是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心意 一点小小的心意 相信是这次水灾众人的心声 出钱出力 甚至是祈福 斋戒 都是一种方式 亚特兰大慈祭之公 也头顶烈日 慕众人的一份爱心 有了这么多人的祝福 就没有过不去的苦 一切苦难终将过去 大约新闻 珍珊美志工 美国综合报导